感谢主 罪的公价又是死 死就做了这个世界的王 当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 人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 人都在死亡的权柄当中 一直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人人都有一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欠有审判 这就是当死亡主导这个世界 死亡作亡的时候 弟兄姐妹 这就是人的宿命 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 当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时候 复活节就是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他胜过死亡 冲破死亡的权势 粉碎了坟墓的拘禁 以至于是信他的人 在基督的里边 能够得着这个永活的生命 得着这个永活的盼望 得着这个生命 以至于保罗说 当他领受了这个基督 荣耀复活的生命的时候 他写信给格林多的弟兄姐妹 他说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独钩在哪里 过去的时候 死的权势就是律法 死的独钩就是罪 他利用罪像钩子一样 钩住我们 把我们带入死亡 如今却借助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说我们都得胜了 我们胜过了罪的权势 也胜过了什么 律法的控告 这就是复活节 所带来的祝福 将那个永生 赐给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一谈到永生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或者是说 你怎么来看待永生 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 是不是你曾经很忽略关乎永生 以前有这样的一个 比较滑稽的一个故事 在很早之前 有一个宣教师到中国去穿福音 他就邀请很多的一些的村民 老百姓到教会里边来 听福音 信耶稣 但很多人不理他 很多人不愿意来 那这个宣教师呢 就想到一个办法 他就在教会的门口 就写个信耶稣得永生 就告诉 就是路过的人说 你若信耶稣 你就得着永生 但是呢 随着那个日子的比较久啊 那个风吹雨淋 结果呢 这个笔画呢 就是冲掉了两点 把那个永生的永字 上面那一点这样 给冲掉了 把那个生字那一片呢 给冲掉了 那村民就看到说 信耶稣得水牛 当礼拜天的时候 教会就来了好多的人 来了好多的人 听牧师讲道 这个牧师就 一方面是很高兴 一方面就很惊讶 为什么 我过去邀请他们 他们都不来 今天怎么突然间 来了这么多人 聚会结束的时候 众人就问牧师 牧师 我的水牛在哪里 原来牧师才知道 信耶稣得永生 被那个有两个逼画 就是被那个鱼这样 给淋掉了 在这些人看来 水牛逼永生更重要 水牛逼永生来得怎样 更实惠 亲爱的弟兄姐妹 直到今天 很多人也是这样 直到今天 其实还是落在 这样的一个里面 我们会看到水牛的价值 却忽略了永生的宝贵 那么以至于 我们把水牛摆在永生的前面 或者说赚取 为了赚取那个水牛 而忽略了永生 这也是耶稣所说的 说人若赚得全世界 陪葬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 来换取生命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面对了复活节的时刻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教会的时刻 是水牛重要还是永生重要 也有人说 当然是永生重要了 永生比水牛重要 但是现在呢 我不要信耶稣 因为牧师也告诉我说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罪得赦免 我倒不妨 等我快厌弃那一刻的时候 再信耶稣 牧师能不能得救 能不能得救 能不能 能 那既然你们都说能 圣经里面也说能 耶稣也说能 那我就等到我快厌弃的时候 那一刻的时候再信主 熟世的我也抓住了 鼠灵的我也得住了 这个叫做什么 熟世的鼠灵的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两手都要得 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 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 以前的时候 在一个主族学里边 你知道圣经当中 有一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 记不记得 拉撒路就是 是一个逃犯的 是一个穷人 那有一天呢 他就死掉了之后 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 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边 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宗 那另外有一个呢 财主 他也死掉了 也到另外一个空间 但是呢 这个财主和拉撒路之间呢 他们两个有一个深渊的隔地 深渊的隔绝 拉撒路能够看到财主 财主能够看到拉撒路 但是呢 只是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这个财主却在一个硫磺火葫的里边 这个财主就对拉撒路说 就对亚伯拉罕说 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 请你猜浅拉撒路 用枝豆沾一点水 来量一量我的时间 就求亚伯拉罕 猜浅拉撒路 送一点水给他喝 亚伯拉罕告诉他说 他说你我深渊怎样 你我之间有深渊的隔定 拉撒路不能到你那里去 你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后来这个财主就说 他说 主啊 那若是这样的话 请你打发拉撒路 到我的家里边去 我家里边还有几个兄弟姐妹 他们这些呢 还有机会 听福音 有一天他们不要到我这里来 拉撒路 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了 或者说被赋予这样的一个托付 但是 亚伯拉罕就告诉他说 他说你的兄弟 自有摩西的律法 以及神的诫命这样 来教导他们 什么意思 就是拉撒路 不能够回到他那里去了 但是呢 神把圣经 把律法 把见证人留下来 依然呢 可以提醒你的什么呢 兄弟姐妹 有一天不要到你这里来 在主族学里边 听到这句话 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说小朋友 坐拉撒路的 一个是财路 一个是坐拉撒路 坐拉撒路的请举手 小朋友 呱把手举起来了 那个老师又问 做财主的请举手 另外一个小朋友 呱也把手举起来了 这个老师就问他说 为什么坐财主 你也举手 为什么坐拉撒路 你也举手 他说 老师啊 我活着的时候 要坐财主 我死了之后 要坐是吧 拉撒路 你看 这个故事是 华人教会当中 常讲的 就说明我们中国人 和华人呢 会精打细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朋友们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 精打细算 但是你能够算到 你的生命当中 什么时候是 你最后的一刻吗 在恩典当中 我们的确 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只要我们转向主 认罪悔改 接受主 我们依然的能够 蒙恩得救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是什么时候 其实前面的这种 精打细算 就是我们印在 我们生命骨头里边的 一些的投机 小聪明 但是也因着 这样的小聪明 和投机 其实就像 那个水牛和永生一样 只算计水牛 而忽略了永生 另外一个问题 认为死了之后 我才能够得作永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这是民间的信仰 这是宗教所告诉你的 真实的永生 是从什么时候得 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圣经里面说 来我们一起来读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猜来的 耶稣基督 就是永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认识 当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 神所猜来的基督 我们怎样 就必得作这个永生 就必领受这个生命的祝福 换句话说 当我们真认识基督的时候 真接受基督的时候 在那一刻 永生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 永生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边 永生就在今天 不是死了之后才有永生 另外在宗教里边告诉我说 我们做什么 我们才能够得落永生 我要付什么代价 才能够得落永生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宗教换取 做交换 我才能得到永生 其实都是错的 那我想和弟兄姐妹 回到圣经里边 我们信耶稣啊 今天有五位弟兄姐妹要受尽 一开始受尽月班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我们要清清楚楚的信仰 我们要明明白白的得救 我们要有凭有据的 做神的儿女 我们不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别人这样说 你就这样信 别人那样讲 你就那样跟 不要 回到圣经里边 那到底什么是永生 那我和弟兄姐妹分享第一点 就是趣味 存真 确知 何为永生 那我就 写了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 来 预备起 永生 不是肉体长生不老 也不是虚无缥缈的精神不死 更不是一种 据说秦世红 据说秦世红 一些民间的一些人讲 据说秦世红是中毒死的 因为吃了太多的一些的鲜丹 想保持自己的那个长生不老 永生不是肉体的长生不老 也不是虚无缥缈的精神不死 有人说永生 虽然肉体死了 但是精神还在 不是 那不叫永生 精神就是精神 那永生更不是一种 透过修炼 来达到的 不服存在的涅槃 那我以前的时候 我有一个老板 他是一个 在国内五胎三 归一老的一个 就是修士 有一次我们出差的时候 我们就探讨信仰 那我就传福音给他 那我就问他说 我说涅槃是什么 他就讲 涅槃就是不生不灭 我说不生不灭是什么 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说白了 涅槃就是归于无有 既然死后是空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 围络这个空而去修呢 都直接就空了嘛 其实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都是 人渴望得到自己 内心当中所需要的 但是内心当中 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似乎又不太明白 似乎又不太知道 总之在人心里面 都有一个永恒的渴望 有人称为永生 有人称为涅槃 有人期待长生不老 种种 总之是回应内心当中 极其的一个渴慕 其实那个渴慕 其实不是永生 那个渴慕 那个需要是什么呢 是耶稣基督 在传道书里边 第三章告诉我们说 神造万物 果然其实成为美好 将永生安置在 人的心里面 那个永生是什么 永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是神的生命 神将永生安置在 世人的心里边 这是人被造之后 被造的时候 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他把他自己的生命 放在人的里边 当人犯罪的时候 与神隔绝的时候 把这个生命 弄丢了的时候 其实人里边 有一个最大的不满足 就是渴望 找回我曾失去的 但是失去的什么 不知道 可能是神 可能是永生 就开始寻找 结果就找了 很多的一些偶像来填补 这就叫罗马书里边 说告诉我们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明明可知 一个是透过自然界 让你看到 浩瀚的宇宙 有一个创造者 回到自己内心的深处 其实人都有一个渴望 渴求 敬畏 但是这是什么 不知道 一直于人一开始找 开始找神 当人去找神的时候 找出来的都是假神 找出来的都是偶像 找出来的这样 都是一些赢品 有些人认为 神越灵就越神 能解决我的问题 就是我的神 我告诉你 能解决你问题的人 多了事了 今天 如果我们在 中国也好 或者在其他国家也好 如果你在职位 一定到了足够高的 那个位置 权柄足够大 你的权柄 你的位置 能够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但是 那不是神 那也有 也有人认为 那个神 可能就是我的祖先 不要忘记 你的祖先 也像你一样 出于尘土 也同样归于尘土 其实人心里面 渴望的是 渴望的是生命 渴望的就是 起初 将永生 放在他里面的那位神 所以弟兄姐妹 我想从几个方面 先给弟兄姐妹 一起来 分享一下 那到底 这个生命 是什么 这个生命的性质 和源头是什么 在圣经当中 一谈到生命的时候 如果你用 那个软件 一讲的话 输入生命两个字 估计得要有 几百个 这样的字 但是呢 就是当我们 看到生命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 提到生命的时候 在中文里面 同样的是一个字 但是在希腊文里面 却是 不同的 你知道 希腊文 圣经是用 希腊文写成的 希腊文和我们 中文不一样 我们中文呢 就是 同样的一个字 但是你在不同的背景 你用不同的口气 来去表达 那个意义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叫孩子吃饭 我们说 哎 吃饭了 这是一个 我们说 哎 吃饭了 这又是一种意思 对吧 你看 同样的一个字 你的表情不一样 你的语气不一样 你的时空 那个背景不一样 学习说 带来的意识不一样 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中文啊 就是带有情感的 我们是以情感为主导的 我们的文字 但是希腊文呢 是讲层次的 比如讲到爱 一般人的朋友之间的爱 还有呢 夫妻 兄弟姐妹之间的爱 再高一等呢 就是父母的爱 最高的呢 就是神的爱 它是有层次的 那 在希腊文里面 讲到生命的时候 其实也有这样 那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创造者的生命 第二个呢 是被造者人的生命 第三个呢 是指的是 今天我们在地上 生活的一种情景 在圣经里面 都会用生命 来去表达 但是当你看到生命 这三个字的时候 那你要分辨 这三个生命 是在表达的是什么 是表达的是 创造者神的生命 还是人的生命 还是今天 形容你今天的 生活的一种情景 我们想看第一个 在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第二章圣经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前面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这个生命 就是创造者 神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 就叫做永生 弟兄姐妹 永生是什么 永生就是 耶稣基督的生命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永生 人若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永生 因为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换句话说 我们若不领受 耶稣基督的生命 人就没有在 办法在圣洁的神面前 站立 人就不能够到 神的面前 有坦然无惧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在人啊 面对着神的时候 无形当中 有一个抗拒 无形当中 有一个惧怕 当神创造 这个世界万物的时候 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说 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把所有的一切 创造好之后 神就用泥土 照着自己的形象 和样式 来去造人 造人的时候 圣经里面 特别强调说 神将一口生气 吹在人的鼻孔当中 人就成了什么 有灵的什么 活人 当一口生气 在人的鼻孔当中的时候 人就成了一个 有灵的活人 那么在这里边 就是讲到说 人若没有这口气 人若没有神的灵 其实人就是泥土 前两天我在看一个 大学教授就讨论 这个中国大陆 要不要去这个火葬 他就讲 你无论有什么葬 最后的时候 你还是要归于尘土 因为什么 人是从尘土而来 但是呢 人的灵 气息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一个 有灵的活人 活人 弟兄姐妹 活人 什么叫活人 你里面有气息 代表你肉体活着 你里面有灵 代表你的灵活着 与神之间 是没有隔绝的 但是当你的气息没了 你的肉体就死了 当你与神之间隔绝了 你的灵就死了 所以呢 当亚当 撒娃犯罪之后 他的灵就死了 他与神之间隔绝了 所以当神问亚当的时候 他说亚当夏娃 你在哪里 亚当夏娃怎么说 他说我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嗨吧 我就躲藏了 为什么呢 因为 自己在最终了 当自己在最终的时候 人就不愿意到光的里面 就不愿意让自己的 最显露出来 因此人惧怕 尤其是从小孩子身上 你就能够特别地明显 如果小孩子做错了事情 你会发现 他特别怕大人 无情当中 要躲避你 来掩盖 来抗拒 为什么呢 这是人的本性 我错了 所以呢 我就这样 躲开你 因为有嫌隙了 罪让人与神之间隔绝了 所以罪也带来了控告 让人害怕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边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换句话说 我们若不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就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 可以坦然无惧地 蒙恩惠得连续 寻求祂的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与神之间 有一个格局 这是讲到 谈到生命的时候 就是讲到创造者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神要赋予我们的 就是亚当因路犯罪 使这个生命被丢弃 以至于落在死亡和咒诅的里面 耶稣基督来 要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第二个 被造者的生命 那被造者的生命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 来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又对梅弄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生命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圣经里面并没有说 你不要吃什么 不要穿什么 圣经里面说 你不要为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而忧虑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 印象当中 因为我在农村嘛 那男孩子有调皮 那有新衣服 基本上父母都不给穿 得留到过年啊 过节啊 走亲戚啊 才可以穿那个新衣服 那时候我小时候 一个最大的一个梦想 等我长大的时候 什么时间都够不穿 带补丁的裤子 不穿那个破洞的衣服 后来长大之后 这个目标实现了 想买一个破洞的 你还需要花很多钱呢 而且呢 你还就是花大价钱 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衣服 不但不觉得有羞耻 而觉得很时尚 那你看 这是小时候的忧虑 大的时候的忧虑呢 这衣服怎么穿不坏啊 丢吧 太可惜了 留着吧 哎呀 实在是不想穿 我记得那个 前段时间 薄比们时候 好像红星弟兄穿了一个西装 他说那是他结婚的时候的 那个西装 我这个不是结婚的时候 以前那个我朋友结婚的时候 我买的 也差不多将近二十年了 就是丢吧 不舍得丢 穿吧 觉得 又有人 觉得有点 不是那么合乎 今天的潮流 你看 有衣服也是忧愁 没有衣服也是忧愁 过去的时候 小时候 我记得以前 农村啊 就是 我们家 两个男孩 都能吃 你知道 那个农村分的地呢 又比较少 那 就是 每年收的小麦呢 基本上 如果 敞开了吃 其实 小时候农村啊 就是说 吃那个白面馒头 还是 没有办法 就是全年吃的 我记得 以前的时候 就是我爷爷奶奶家 因为 他们家有很多孩子 女生又比较多 地又比较多 吃的比较少 他们能够 全年都能够吃 那个白馒头 我一饿了 一放学了 就到我奶奶家 去要馒头吃 又觉得 哎呀 什么世界能够吃到 这个白馒头 就太好了 用我奶奶的话说 如果有白馒头 还能够再有点肉 哇 那真的是天堂了 弟兄姐妹 现在很多人告诉说 你面肥 你不要吃 那个对身体不好的 肉少吃 要多吃青菜 要多吃那个 无故杂粮 我心想 那些小时候 都是不吃的 要多吃红薯 多吃玉米 我心想 那些小时候 怎样呢 我们都是吃 咽吃够的 你看 没有吃的野抽 有吃的怎样呢 野抽 耶稣说 不要为身体忧虑 那个不要为 吃什么 喝什么 而忧虑 因为你的身体 比衣裳 而宝贵 所以呢 当我们 能够看到 就是生命 胜于饮食 身体 胜于衣裳 家人 之间的关系 胜于房子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的生活 就会多更多的 喜乐 平安和祝福 尤其是在国内 以前的时候 在深圳 就是 很多人就说 结婚就要买房子 你知道在深圳 这种一线城市 像北上广深 不是你有那个心愿 买房子 就能够买得起的 那 有些人就说 那没有房子 坚决不结婚 觉得 一切的婚姻的幸福 寄托于房子之上 那也有些人呢 就认识到 婚姻的幸福 不是寄托于房子上 而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有些人选择走进婚姻 有些人选择这些呢 拒绝走进婚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当人要把物质 把房子当作家的时候 我想这个家啊 一定会有很多的难处 一定会有很多的 一些的张力 因为你把优先次序给摆错了 房子固然重要 其实家人比房子的更重要 所以呢 这些都是提醒我们 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混 就是讲到我们的思想 情感意志的里边 你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次要的 这个叫做智慧 另外一个 圣经里面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全世界都抵不上一个生命 这就是 我觉得 我们在基督里边 要当去警醒的 尤其在美国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世代 多少时候我们会教育我们的孩子 你要好好读书 你将来读好的大学 将来有好的工作 将来有好的婚姻 将来有好的生活 就会在罗列很多很多很多 但却忘却告诉他说 你的生命远超过这一切 你的生命远超过 前面所讲的这一切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 很多的一些孩子 面对着一些压力的时候 面对着一些的生活的时候 面对着一些工作的时候 选择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从小 他就没有被教导说 他的生命的宝贵 生命的重要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人若赚得 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都没有什么益处 这些都不能换取什么 生命 最后一个 生命形容今天生活的情景 来 我们一起来看这书圣经 那落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老道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思虑 艳乐 所挤住 便接不出成熟的子力来 就是当人从神那里 领受了这个生命的时候 但是呢 今生的思虑 就是生活的思虑 就像那个野草一样 就把这些呢 那个生命的种子 给抑制住 给挤住了 使这个属灵的生命 不能够成长 使这个基督的生命 不能够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导 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 常常需要做的 就是扒一扒 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的杂草 什么东西挤住了 你与神之间的关系 孩子 工作 嗜好 手机 电脑 网络 还是今天的这些 一些潮流的文化 还是一些政治的一些斗争 什么东西 把你领受的 那个基督属能的生命 那个宝贵的生命 给你夺去了 给你抑制住了 甚至让你这样 丢弃了 所以我们一谈到生命的时候 创造者的生命 人的生命 和人生活的光景 这是讲到生命 那永生呢 指的是什么呢 从耿骨到永远 弟兄姐妹 后边的两个生命 都没有从耿骨到永远 但唯有是 创造者的生命 从耿骨到永远 这也是圣经里面告诉 你要认识什么呢 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那我们看 第二个就是 认识独一 自由拥有的真神 当神 就是 在 呼召摩西的时候 摩西说 你是谁 神回答说 他说 我是自由拥有 这个自由拥有 往往这也是 很多福音朋友问 神从哪里来 当我们问 神从哪里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问题 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你是在用时空 就是用你这个 有限的时空里面 问一个 自由拥有的神 从哪里来 你的问题 本身就是一个 错误的问题 当摩西 问神说 你是谁 我该怎么向 以色列人介绍你呢 中文翻译成 叫自由拥有 希腊文的意思 希伯来文的意思 是什么呢 说 我就是 我是 我问 前面你是谁 前面说 我就是 我是 你是回答了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说我叫谁是谁 我不能回答说 我就是 我是 这就是神的回答 神说 我就是 什么意思 我是 什么意思 就是神说 我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 我是你一切疑惑的答案 因为你的问题 在我这里 怎样呢 永远有答案 我是 神那你是安慰的神吗 我是 神那你是赐平安的神吗 我是 神那你是责备我 为光照我的神吗 神说 我是 你是拯救我的神吗 神说 我是 你是审办的神吗 神说 我是 所以呢 认识独一的真神 并认识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生命 我们刚才看了 我们的生活 不是从根骨到永远 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唯有创造者的生命 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当耶稣问 梅诺说 你们说我是谁的事故 耶稣的一个梅诺 叫做西明彼得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明彼得说 西明彼得说 你是有福的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 就是认识基督的人 当西明彼得说 你是基督的时候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 耶稣说 西明彼得说 西明彼得说 你是有福的 那你告诉旁边的人说 你也是有福的 你也是有福的 在启示录里边 耶稣就向约翰启示说 他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美加 就是我是初 我也是末 时间从我开始 时间也要从我结束 这个叫做自由拥有 耶稣基督的生命 是什么样的生命 就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生命 就是一个从耿骨到永远的生命 就是一个一切问题答案的生命 这个叫做永生 不是死了之后才得永生 也不是你做什么来唤起这个永生 更不是你靠着修炼而得着这个永生 没有 这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个 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永生 就是认识基督 因信而得永生 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就是在机会里边 你忽视关乎永生的问题 人生中最大的欺骗 就是想用财富 学士和善行来替代 或者是来换取永生 弟兄姐妹 这些都是宗教的行为 求祖来帮助我们 第一个让我们看见 得着永生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得着永生 完全是神的恩典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 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什么呢 永生 一个罪的工价 结果是死亡 一个是神的恩赐 结果是永生 其实你会发现 这是两条路 这是两个选择 一个是把我们带到永生 一个把我们带入到死亡 难怪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得着 如果这个永生 这个永生是神的恩赐 什么叫恩赐 就是你不配得 你不该得 我给你 我完全地给你 只要你要 我就给你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中午我们有饭食 同工们预备饭食 说只要留下来 我们就一起吃饭 你就说 哇 我不吃 你那个菜里面 放了什么东西 我不敢吃 这个从外面买菜的 这个财弟兄 我也不认识 到底安得什么心 真的吗 我告诉你 你今天吃这个饭 就心里面 就没有平安了 你可能就饿了肚子回去 其实 今天所谓的恩典 就是一个神 预备好了这个宴起 邀请你 你来这些呢 回应 你就得饱足了 你就得着了 所以圣经里面 也告诉我们说 来我们来读 第二处圣经 圣经里面说 不是我们什么 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计 这就是神的爱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神猜他的儿子 在我们还不认识 他的时候 为我们死在神的压上 成为挽回计 以至于这样呢 让我们在他的里边 得了永生 这就是神的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爱一个你所爱的人 但是耶稣 却围着我们这些罪人 还不认识他 抵挡他的时候 预备了这个生命的 救恩给我们 这就是神的爱 我们看第二个 得了永生 神的儿子被拆在那个世界上 为我们的罪 死在世的压上 就是代替我们 死在世的压上 他用他的生命 成为我们 罪的生命的交换 将永生赐给我们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恩典 当我们去 接受的时候 这个叫做信心 这个认识 不只是头脑上的 知识上的一些的认知 知道 听说 这个认识 指的乃是 与基督之间 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与神之间 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个关系 称之为什么呢 就是 信心的回应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就没有永生 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没有永生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名 做神的儿女 这个认识 其实就是对神的一个接待 一个关系 昨天早上 我去开车到李顺弟兄家 去拉那个教会心 买那个琴 那我到达家的时候 我一按眉领 李顺弟兄就把门打开 他是邀请我 他进来 他没有说 你是谁啊 你叫什么名字 你怎么按我们家的门铃 他没有问 他是邀请我这样 进来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因为认识我 他因为相信我 我来是来拉钢琴的 不是来打 打结的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信任我 为什么去邀请我 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没有惧怕 那我也没有惧怕 你让我进去 是不是要打我一顿啊 没有 你看 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让我在他的面前有平安 他在我的面前有平安 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坦然无惧地到神的面前 什么叫做坦然无惧 就是因为你和神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信的关系 爱的关系 艰难的关系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 就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主的面前来蒙恩惠 得连续 做随时的帮助 什么样的人 接待他的人 因为接待他的人 就是信他名的人 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一个权柄 做神的儿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家平时也有小孩子去我们家 比如说财弟兄家的孩子啊 还有其他弟兄姐妹家的孩子到我们家的时候 他就不会随便拉开冰箱说 哎呀我想吃哪一个吃哪一个 想哪哪哪一个 哪哪一个 他就会去问一下 但唯有我们家的两个谁呢 他根本不问 好像只要在这个家里边的都是他的 事实上也就是啊 在基督里边的一切的丰富恩典 都是我们的 所以保罗在写给伊佛所书里边的书信的时候 告诉弟兄姐妹说 他说你们要真认识他 并且你若真认识他 你就知道在基督里边的丰富 是何等的浩大 这认识他是何等的荣耀 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就活在一个宗教的里边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说 我们在一个宗教的里边 就是说我这个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做了这个神喜悦 做那个神不喜悦 等等就是做一个利益上的一个交换 这是宗教 今天我们信耶稣 是我们与神之间是父与子的关系 是平安的自由的 是坦然无惧的关系 不是一个宗教的修行修为 和功名善行的换取而得永生 而是什么呢 这个永生本来就是神要赐给你的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神造万物格案其实成为美好 将永生安置在你的里边 只是说 因入罪的缘故 人把这个永生变成了一个死亡 所以耶稣基督来 他要替我们死在死地压上 担当我们的罪 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再赐给我们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的永生 这个永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是创造者的生命 就是因入罪 你失去的那个生命 耶稣说 我要赐给你 因为我爱你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永生 认识基督 接受基督 就是永生 永生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在你接受耶稣 信靠耶稣那一刻的时候 永生就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不是死后才进永生 那是什么呢 那是迷信 那是宗教 因为你今天不能得永生 所以你要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行善 好好的捐钱 所以将来可能会唤起死后的永生 那是宗教 那是蒙蔽 有时候我也问弟兄姐妹 尤其是在上寿敬 一位班的弟兄姐妹 上到一个得救的确据的时候 我就问她说 假如说今天晚上 我们都离开了一个世界了 你照着你现在的信仰 有没有把握和确据 我能够进到神同在的天堂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检验 有些弟兄姐妹说 我觉得我没有把握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还不够好 你看 又落在一个宗教的一个里面 有人说 哎呀我不知道 因为我最近读经 读圣经读得比较少 去教会比较少 你看这都是什么 宗教的东西 那有些弟兄姐妹就说 我能 那为什么呢 耶稣说 为什么我能让你进入我的天堂 那我就会对耶稣说 我是你的孩子 我信你 多简单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永生认识基督 但是呢 你知道吗 人就把这些东西这样 加加加加加加 加起来的时候 就成为什么呢 很多的一些捆绑和瑕疵 不是这样的 你的孩子回你的家 你的孩子在外面读书 或者是在外面工作 甚至是不听话 被你离开家 请问他到家的时候 他准备要回来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敞开门邀请他 欢迎了 因为这是他的家 这是一个爱的关系 求主来 帮助我们 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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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